同于一旁上前一步打断素人说话的动作里 我看懂了他越来越火的杀手锏 满江红手印里现场 一位在小舞蹈生得到表演机会后 跟张一毛毛髓自剑 结果太过紧张忘了说自己的名字 小月发现后赶紧打断并提响 最后他特地跟着重复一遍 正是因为他的这一个举动 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张力天 因为自己零鬼雨 所以总想为别人撑伞 当他看到依依屡次给选手打低分时 气得他当场发飙 玛丽生完孩子付出时 一起在蓝台参加节目 结果却遇上了需要喝酒的环节 云玉为了帮助他 接连喝了六杯 作为一个孝顺女员 香火实力是必须的 当时能长久不摔的火 肯定和他的人品脱不开关系 想你吃顿饭吧 等我忙完呢 哎呀 我咋找 我咋找你 阿姨你好 在这里笑我爷爷 小月爷 笑我爷爷 还是我比较红一点 你好 您外卖不好意思啊 啊 好笑 对啊 老秦嫌自己的阅历不够丰富 想和月月交换人生 可是月哥希望弟弟 永远不会懂这种生活 说如果能交换人生 月哥我想跟你交换人生 我说我这人生多么的苦啊 月哥你经常私下地问 我为什么要换 其实很多生活 没有经历过 就会不懂 但笑你永远别懂 他的咖啡早就不去小剧场了 但是只要师兄弟们需要了 他一定会出现 雷雷十二年前导舱回归舞台时 全程腼腆不敢直视观众 是月云鹏给他暖场抖包袱 缓解他的紧张 张云雷 六年前我们哥俩是好朋友 六年后我们哥俩依然是好朋友 回来以后反正帅了 刚才我们俩在后台照镜子 我们俩同时往那一站 我说你看我们俩谁帅 我说我牛头走了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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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